后的三题 它说我们取同温度下取两个容器 一个装100毫升的水 一个装80毫升的水 然后呢 要有问一个有关于体积啊 质量啊 密度的关系图 问我们哪个图是正确的 我们了解呢 在相同的密度之下 体积跟质量应该是会成正比 所以它画出来一条是斜直线 那因为是同一个水 它的密度是一样的 所以它应该画出来是应该同一条的斜直线 所以呢 我们的A它画出来的是一条斜直线 是没有错 可是它变成是两个不同的密度 这样是不对的 那么 C呢 它是变成呢 密度都不一样的情况之下 质量还会一样 这个也是错的 那么诸选项 它是体积跟密度的关系 那应该是同一个液体 它的密度不会变 所以它应该是一条横的线 表示不管体积有多大 它的密度通通都会是一样 所以呢 诸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的答案呢 应该是我们的B 因为表示我们的体积跟质量会成正比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呢 甲的体积比较大 质量会比较大 乙的体积比较小 质量会比较小 所以呢 我们的答案呢 应该选择的是B 那B的选项呢 才是对的 所以呢 我们第23题的答案呢 选的是B 是B B B